就是愛台灣啦 不可以這樣喔 我就是愛台灣啦 不可以愛台灣喔 我就是台灣人啦 我跟你說啦 不記得太多人民幣 我也是吃到六十塊了 也是好好的 對嗎 做完要有志氣吼 不管有沒有宣布什麼 要任主規中什麼都不管 他們覺得說要統一他也沒有錯 但是做不做得到 那是我們國家跟國家的事 非算中國沒事唱 楊修惠霸氣嗆 使我主動放棄 台灣人萬歲 耶 近代台灣藝人被逼表態 轉貼中國央視統一圖 秀惠姐霸氣在臉書PO文 我是台灣人 沒賺人民幣也活得好好的 結果有酸民嗆 因為你中國沒市場 人在泰國旅遊也秀惠姐 才直播回憶 以前為了微博嘛 上次都為了什麼事 好像也是為了類似這樣的事 我就把微博關了 我不會去留戀那個啦 並不是我沒有市場 我很早就放棄那一塊市場 我情願在台灣賺少一點錢 我都不想離鄉背景 就有酸民在底下寫說 你在大陸也沒有市場 你當然要說你愛台灣 台灣 不好意思 是我很早就放棄那個市場 那時候康熙來了 兩個人的時候 我也常常去上康熙來了 他們台中人最喜歡看康熙來了 結果他找我去那邊拍戲 我就不要了 我沒有辦法 他去要去 打一個 八點檔 不是一天兩天 拜託耶 我就是 在這邊徒生徒長的 我就是這邊的人 我都是台灣的啦 對嗎 就是這樣 了解嗎 就是愛台灣啦 不可以這樣 我就是愛台灣啦 不可以愛台灣喔 我都是台灣人啦 我跟你說啦 不記得賺人人民幣 我也是吃到六十塊 也是好好的 對不對 做得好刺激 不要再瞭解 誰生氣啊 我都是台灣人啦 不管你們宣布什麼 要認主 歸中什麼都不管 每個人都要生活 他們也沒有錯 他們覺得說 要統一他也沒有錯 但是做不做得到 那是我們國家跟國家的事 我們百姓幹嘛操這個牢 所以不要在我的網路上面 在那邊開一站 我覺得很不要